台北市的大龍門保安宮 每年的基盤 保行台地的聖誕慶典 也有保存放火災 頂頂的傳統民宿 現在是讓台北市府認證做 無形文化祝賛 為台北市文化局長 李磊主義手接過政書 大龍門保安宮 讓市政府認證做 大陸市無形文化祝賛的保存者 因為他們每年基盤 保行台地的聖誕典典 我們一直戰戰進進的 希望把這個重要的民俗 把它傳承下來 如果我們保安宮沒有傳承的話 剛剛這個局長也是講 要到哪裡去演出家庭戲 到哪裡去放火師 既歷三過十四 保行台地聖誕前一天 保安宮的基盤 蔡家的活檔 暗時的放火塞 再當天用鼓發三憲勵 跟過會的規則 替保行台地的職受 為依舊給數年開始 在各大基盤 很多無形文化祭 也跟原本在地基民請的日式戲 轉變作邀請國氣客團體表演的舞台 臺北市要成一個偉大的城市 當然我們需要一人一 我們需要總統府 但是我們更需要的是軟體 我們需要的是像保安宮這樣的文化祭 文主新規委員李宏寶表示 保安宮基盤文化責 讓傳統藝術文化 有機會表現團成下來 因為這樣困定保安宮 文化協表示 十二位會在百塊寮基盤 無形文化祭祭的電源 歡迎民眾作為來提檢 台北文化的水 今回期致etts杞宇吓丁國 sele斤 ismus決定我 私在大法 melted val仇 本書